香港应不应该撤离全民退博 我觉得都是权衡利害的问题 权衡利害、权衡利害、两利取其重 起码我倾向 我是赞成的 原因呢? 原因就是 很多人都会多讨论税收问题 其他的公共财政知不知能支付的问题 我会多考虑信心问题 而信心是最... 起码如果我们一谈到 真的要全民退博都是五年之后的事 我想到时是更加需要 建立或者稳定好 稳固好全香港人的信心 而全民退博是有利于做这件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全民退博最后对中产家最后 最后对中产家最后 大学钱也不会稀罕这些钱 窮人家可能很窮的 很基层的 他都没办法 他都可能会继续窮 他没所谓 他需要社会保障 全民退博帮不帮到他 是帮到的 我为什么不帮他呢? 但是如果我既然有全民退博 是更加可以帮助到很庞大的中产家 那我们为什么不做呢? 令到他们对这个地方更有... 信心 信心 其实林郑也有说过 如果全民退博 政府的开支 收支平衡有很大的压力 会没有钱 如果要有全民退博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开征一些新的税行 去支付呢? 必然 必然 那你觉得应该是开征一些什么税 加税啊 还是开征新的税行啊 还是怎样呢? 加税是必然的了 问题是如何加法 那个加是令到付出者舒不舒服 不是完不完的 因为到时候要加就要给的 舒不舒服 就是舒不舒服 再推一步说呢 会不会影响到香港的投资环境 刚才市面很多人都会说这件事 比如舒不舒服呢? 比如很简单 公司在税加1%不行啊 或者甚至加0.5%不行 这个可以讨论嘛 比如你加0.5 或者加1% 可以增加带来多少的收入 这个大家都可以讨论 比如再说 入息税 是否可以加0.5% 或者不用加 或者减少一些宽减 不能谈论 你每一年的 面线铁 不用想了 就是这样交就交 真的选择二税制 就是这么多的 再说 其他 消售税必然不加 消售税加的好处 就是引入消售税 适当的消售税 是适当的消售税 百分率 还可以 大家去研究 消售税的好处就是 这个是必然有的税收 每天都有的 每天收 你一打就做生意 就收了 第二点 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公道 公道在哪里呢 因为现在 香港的相当的好处 其实很多人不用纳税 不用纳税有很多原因 譬如你 我们不要算拿中援那些 那些不算了 那些我们要帮他 很多的相对的 入息未去到那里 我们不用纳税 但是他同样是享有 非常之好的公屋 居住 世界一流一的 我敢说一流一 的公共医疗服务 已经是国际第一流的教育 如果你有子女 那你可以继续 享受这个教育 好了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社福保障 是吧 还有呢 旁级 有边际 又直接一些 就是 香港仍是一个安全城市 安全在哪里 安全呢 你不是说安全不是天下来的 不是说个个去教堂有安全 不是的 因为你要有 香港的治安维持到 我要给差费的 是吧 我要养警察 但是养警察 这个是不是过分了呢 大家要留意 其实是相对很合理的 是吧 这些是很基本的架构来的 这些基本架构是足以维系到 这个城市 是不是一个很可移居的城市 还有呢 香港现在的公共交通 公共运输系统呢 可以说是世界一流 是一个这么小的地方 这么小的城市 还有呢 它那个支付交通费那里 特别是政府对老人的这个宝座 譬如你搭水路巴两元 搭很多车 两元搭地铁 绿色小巴也是 这个帮了很多人的 你不要看这些很小小小眼 其实是帮了很多人的 那这些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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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钱 全部都是钱 是 交通津贴其实今年的开支都大了很多 开支大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在那个销售税 那是不是给有一些市民 相当一部分的市民 他都同样去自愿地去 去兼付这个税务责任呢 所以自愿地 我不可能去消费的嘛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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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